清楚了知道我們企業有規劃一個主題 是做implase 那對很多人而言呢 implase應該算是一個很陌生的軟體 但是我相信對溫德國小老師應該不陌生 我相信有一個軟體呢 可能比implase這個軟體呢 更多人知道就是要powerpoint的這個軟體 對吧 好好好 那我相信不管是powerpoint也好 不管是implase也好 反正呢 這兩個軟體 最終呢就是要拿來做簡報的吧 OK 那我問一下各位老師 老師你想像中的簡報設計這件事情 從你第一次接觸簡報設計軟體的時候 我不曉得各位你們接觸的是哪個版本的簡報設計軟體 應該是powerpoint對不對 powerpoint有幾 我知道 好好 我印象當中好像有powerpoint的 office好像最早有3.0嗎 還是6.0 還是7.0 好像我記得我念書的時候好像有3.0 那個樣子 好 那個時候就有powerpoint了 然後我就記得我一路從3.0 好像什麼7.0 又是97 又是2003 然後之後應該2010 之後又現在20多少了 好啦 總之喔 我突然間回顧我以前第一次使用powerpoint 到最後我再使用powerpoint 你知道嗎 發覺我用來用去都是那些功能耶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這十年來各位做簡報 你對簡報軟體的需求是什麼 好像也沒什麼需求 還是如何 我想我今天不敢跟各位講說 我要來跟各位介紹影媒體這個軟體 我就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不管用powerpoint也要好 不管用yourplace也要好 我自己這幾年來剛好 工作上面有非常需要用到簡報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來跟各位從簡報的分享這些事情 來跟各位談及好不好 那談簡報呢 當然囉 我們如果只是關起門來 然後只有在我們自己的教室裡面 然後每個人自己分享我們自己的簡報 那可能格局又太小了 所以我一開始呢 要來跟各位分享一個簡報 叫做slideshare這個網站 我可以問一下各位老師 你有到過這個網站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有到過這個網站 slideshare這個網站 蠻少的齁 我有點驚訝 不過沒有關係 各位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看影片的話 大家都知道會到youtube的網站上 對不對 好 如果要聽演講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都會去哪一個網站 tddetail的這個網站 那如果你要看人家做的簡報 坦白講 現在在網路上面應該 比較多人使用應該有一個叫slideshare 其實你光看名字就很容易認得出來 那個slide 你就錄片那個slide嘛 對不對 slideshare 那在這個網站裡頭 哇 你就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簡報在這裡頭 那當然囉 各位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都可以在這個地方把它點下來分享 那我想既然要跟各位分享 當然就要跟各位分享有沒有 這裡面呢 最好的作品 所謂的最好的作品 大概是有認證過的 我就跟各位分享幾段我自己收集的 就是 可以啊 好 那我們先切換一下畫面 sorry 3 2 1 嗯 這個是這個網站的網址 slideshare.net這個網站 那我說這個網站呢 你就這麼想 很多人做好的影片是放到youtube 很多人做好的簡報呢 就是放在這裡 好 那在這個網站上面 當然可以看到非常多 非常精采的一個作品 那 那 我為什麼要先跟各位介紹這個 是因為呢 我想讓各位感覺到這件事情 既然我們不管用Hardpoint也好 不管用Impress也好 都是要拿來做簡報的嘛 那到底 那到底現在在國際間 人家流行的 做出來的簡報的風格是如何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就挑了幾個簡報了 比如說這個好了 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一個簡報 這個簡報 我忘記的是哪一年的得獎的作品 這是得獎的作品 你可以到網路上面看一下 這個slideshare 他們有一個 就是 一個叫 word based 然後 wbpc 然後 p就是presentation 然後 c就是contest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簡報設計精湛 好 就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風格 這個應該也是有得獎的作品 好 Henry 這有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喔 我如果接下來不需要講任何的話 你可以彈得出來 他這份簡報在彈什麼嗎 好 MDA先生 他住在哪裡呢 嗯 嗯 嗯 開什麼圈呢 OK 好 那你有發現這種簡報 基本上呢 一張圖勝過千年萬年 好 好 這個是什麼 藍鳥隊是不是 好 各位都是藍鳥隊嗎 那關心的是什麼呢 錢 對不對 還有 好 時間呢 花在美好的事物上 OK 好 那 他 很會經理人機關心嘛 但是 他很害怕演講這些事情喔 OK 因為怎麼樣呢 因為要做簡報嘛 對不對 OK 好 他的簡報看起來像 嗯 各位 是哪一個軟體做出來的 嗯 其實PowerPoint的跟InRace都可以做出這種簡報啦 所以我記得我之前呢 呃 在一個跟一個 跟一個 朋友在聊簡報的這件事情 我們共同的一個結論就是 你要想要把簡報做好 就是不要用PowerPoint的思維來做簡報 當然最好不要用PowerPoint的做更好了 OK 各位你們公 你們覺得現在公認全世界喔 最會做簡報的人應該是誰啊 賈摩斯吧 各位有沒有發現 全世界最不可能用PowerPoint的做簡報的人 就是Steve Jobs 對不對 OK 當然他現在也不可能再做簡報 OK 沒有覺得很好 對 大家都不知道 他們 當然喔 他不會用PowerPoint的原因 但有很多的理由 再加上 你可以看到他的簡報的風格 也沒有非PowerPoint的不可喔 不是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一般來講喔 我們在學校 我記得我以前在學校學PowerPoint的老師 就從這個地方開始交集了 從項目符號有沒有 這個結構型的簡報開始喊起 然後每一個人的思維就跟著這個樣板 再做設計 OK 好 以至於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方式 反正呢 每個人交出來的簡報就千變一律喔 好 那我們來再往下看喔 OK 好 當然有很多 好 再來 Everytime 好 想要換另外一個人喔 想要介紹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那個人 好 他也是住在這個城市 好 OK 那他開了車子也是一樣 然後他喜歡一樣喝咖啡 然後有品味多了喔 你看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很大話對不對 好 一樣 好 五 好 一樣 那我建議你們 OK 那這個是他很擅長的演講 好 還有這些儲合 因為他知道怎麼樣才為什麼他可以擅長演演講 因為他覺得內容這件事情的表達 他能夠掌握還有設計 還有呢 Dirivery 怎麼樣把這些訊題傳遞給 那個聽眾 然後 這個是 Eric 好 不是Eric 我也很希望會是 好 OK 嗯 好啦 這是一個 當然他這個地方 剛好 比較了兩個不同的風格的一個簡報 各位你們發現 你們有沒有發現 很輕鬆的已經看完了一份簡報 然後了解了兩個不同的人 然後如何如何如何 好 OK 這個我忘記他是哪一個的特價作品 好 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 其實作品很多 現在剛好有人陸陸續續進來 那我們就來看一些作品好了 這個也是得獎的作品 這個好像2008年還是2009年的第三名的作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簡報呢 看起來像怎樣的呢 腎臟 腎臟 什麼 Kidney 對 這個是含一個跟腎臟有關的一份簡報 那你注意看喔 他這個設計的風格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跟剛剛提到的那個Eric 那種感覺是很接近的 還是比較像另外一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呃 你看到他那個 紅色的字 Kidney 就是腎臟 就是 對就是腎臟 然後他特地把它強調出來 他把那個腎臟的圖案有沒有 那個字剛好是D 好 KIDNUIS 那你其實你從剛剛的畫面 就已經看到了 他把腎臟有沒有 好 然後呢這個圖馬上 你用印象就非常非常正常 尤其他的這個字 這個標題 OK 好 然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欸 然後再加上一個虛線 他現在在用一些圖案 提醒你對一些腎臟這些事情的聯想 還有這些都是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你也可以看到 欸 你們有沒有看到有一些健康的書 在談吃行補行有沒有 好像真的有那麼一回事喔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在這邊也看到了這個形狀 等於是一個形狀的聯想 而且你有看到 他在處理的一個技巧上面 用到了一個顏色的變化 好 你看喔 剛剛上一頁 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加上紅色的線 好 好 再來加一個 嗯 連戳子都有這個形狀 好 甚至是 浩夫球場 有沒有那個國嶺 OK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 那這個 就議題 就是在談那個關心腎臟的這件事情 我們快點把它看完好了 OK 各位 從剛剛看到這裡喔 這樣子看下來 所以你們覺得 這樣的一個簡報的風格 跟PowerPoint有沒有很大的關係 好像沒有多大的關係喔 PowerPoint你的人所提供的 只不過是讓他可以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而已 裡面呢 各位感受到讓你覺得最震撼的 或者是說印象最深刻 就是它的呈現方式 當然就是一個 版面 製成很漂亮的 包括文字跟圖 好 沒有版面呢 然後呢 它就做很好的一個配置跟設計 我們再來看一個跟他同一年喔 得到第一名的一個作品喔 各位你很難想像喔 這還是一個 在美國等於是一個跟健康有關係的 一個官方的議題喔 照道理 這是一個非常生命的議題 那他們如何把這個這麼硬的 屬於官方的議題 官方宣導的資訊 然後呢用一份簡報把它呈現出來 好 OK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這份簡報 當然內容其次喔 我只是要把這樣的感覺呈現給大家看喔 我想這一份簡報呢 如果讓那個傅老師來做喔 一定更精彩喔 因為這份簡報的重點呢 就是把這些可愛的插圖 有沒有 把它結合進去 當然啦 老師你看到的這個地域名的作品喔 畫的這些圖 你會發現 這個畫這一圖的難度喔 應該沒有那麼高啦 這個畫這一個 這個女生跟這個男生的圖案呢 我相信我畫出來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喔 只是說 怎麼樣把這個構圖呢 做得這麼的生動 是一個重點喔 OK 哇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有很多的風格呢 你不見得要把它做得很工整吧 你一樣可以呈現出 我們要的那些效果 OK 那這個優勢也是某一年喔 曾經得獎的第一名的作品 好 我很快的把它弄完喔 OK 當然你可以看到整個風格的一致性 完全一跳脫我們對簡報設計的印象 從剛剛一直到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以前呢 在學簡報的時候啊 老師都很重視那個母片啊 不知道什麼樣的母片 然後那個標題上面呢 一定要有某樣的一個風格對不對 然後呢 每一個簡報好像都是固定的 上面就是標題 下面呢就是內文的項目 你看 在這份簡報裡面 上面幾乎甚至沒有用到標題 好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它裡面有很多的圖特 OK 那你看喔 我剛剛呢 秀給大家看的這幾份的簡報 各位 除了說把這個圖畫漂亮這件事情以外 其他的 你有沒有發現 他只用到兩個技巧 哪兩個 插入文字 插入圖案 這樣就OK了不是嗎 所以喔 各位你會發現 對簡報設計而言 最難的地方 絕對不是簡報工具的使用 對吧 你看從我們剛剛喔 看到那些人得獎的作品 你說它是製作的難度 是要花很多的時間 然後學會powerpoint的這個軟體 才會做出這樣的作品嗎 我相信跟你 跟你會不會很會powerpoint 好像沒有很多的直接關係 可是你會發現喔 我記得我們以前在學powerpoint的時候 我們就是花很多的時間 哇 在學用不到的一些功能 你如果去看很多現在的一些 警報的演講的話 真的 我個人的心得是這樣 反而呢 你要了解到說 我怎麼樣去善用我的創意 然後能結合到我的簡報裡面 各位了解我意思喔 好 那事實上呢 像剛剛那些文字喔 也沒有想到那麼難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段 前一段時間我去那個 廈門大學 廈門 然後交流的時候 我剛好也做了一份簡報 也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來看一下喔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自己做的一份 我去廈門分享的簡報盒 因為我剛剛提到的圖跟字 我怎麼樣用最簡短的方式 來做一個呈現喔 OK 好 各位你看這個演講的題目很好笑喔 品格教育與推動訊息服務教學喔 因為我們叫資訊教育喔 他們叫做信息服務教學 好 我們叫資訊教育 他們叫做信息服務教學 好 OK 那這一次我會去那邊演講喔 有點一錯養餐喔 就是 他們本來的議題是談品格教育 但是我不曉得 為什麼邀請我去喔 我沒有想話 你只要變得好的話 好 沒關係啦 你一定可以來談一點新的東西喔 因為那個邀請我的人太心熱我了 他覺得說 我應該可以達到某種不同的程度的效果 跟火花好不好 反正我也沒有去過 然後那時候又還蠻有空的 然後我又去了 但是 坦白講這份簡報我 我只是收到一個訊息 那個訊息就是說 反正孫老師你就去談品格吧 然後 那你就從那個資訊教育的觀點來談品格教育 各位 從資訊教育的觀點來談品格教育 好 好 那我現在要跟各位談的是 我 其實我只是用了一些很簡單的技巧去做了這一份簡報 因為我已經把我要表達的一些觀點都放進去了 比如說 第一個 我自己的經驗是 OK 其實 我個人的演講經驗 當然 簡報的開場有非常非常多種 那我覺得 能夠讓自己放輕鬆的方法幾個 第一個 就是先開自己的玩笑 第二個 就是開這個題目的玩笑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容易在一開始破冰的時候可以呈現的 那我就故意跟大家講 你看剛剛那個字出來 其實我也只是用大大的字而已 那我這一眼 結果我現在跟各位分享是一方面跟各位分享 我怎麼樣去構思這一份簡報 好 待會你講 我很怕聽到這句話 為什麼呢 我怎麼會講出這一個 我會做這個的設計呢 就是因為我想要 談這個 OK 好 我當初這個規劃是在開自己玩笑 我說 各位你知道嗎 可能有的人知道 我的介紹 也會介紹說 我在台灣是在絕動自由軟體 在做所謂的訊息服務 叫我一個推動的 怎麼叫一個電腦老師來告訴我們品格交易 所以我很怕待會我演講結束之後 然後大家會回顧這一段 發現 天啊 講了半天這乾品格什麼事啊 有沒有 我說 我很擔心大家的 你不覺得我剛剛講這句話 又等於是打預防針嗎 對 這個預防針 就是好吧 我都已經這麼講了 我已經招認了 我不是一個能夠談體格教育的人 我只是用一個電腦老師的觀點 然後分享我的心念跟心得 至少這樣大家的期待 怎麼會拉得那麼高 我把老師做了這樣一個處理 好 再來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 所以我決定 為了避免 這個題目對我來講太沉重了 所以我決定 重新改個題目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去演講的時候 你會發現 對方可能會給你一個題目 但是那個題目 你自己可能都會覺得 哇這個題目我能夠深了嗎 我能夠把這個題目講得好嗎 那你要是跟事前跟對方講的話 對方一定有他的想法 所以有些時候我故意 就是說我本來是要講那個題目 但是我最後一刻決定 你改了這個 希望大家能夠見諒 通常你到這個時候 主辦那位也知道 你東西這樣還能怎麼樣對不對 好 OK 那至少這種感覺是 他會覺得說 喔 原來我是在整個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因為當時的環境 才所以做了這個調整 好 所以我決定來個題目 對 你們知道這乾品格就會有什麼事 好 OK 這不就我剛剛呼應那個字嗎 所以為什麼要跟各位講 因為我接下來就要來談 到底 我接下來分享這些內容 關你的教育什麼字 各位我好像在玩我字遊戲 好不好 這就是我所謂的用題目來開玩笑 那當然接下來 你會發現 我現在呢 也有另外一種簡報的動作 就是把這種字 寫得大家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那事實上我也把單純的把字 而且很重要就是顏色 如果你今天在做一個簡報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用得很複雜 你也可以很單純的把這個顏色做一個處理 讓人家知道說 我現在在談的這幾個段落所呈現的是什麼 好 那當然囉 那我說 現在我的做法 都是大家都能夠輕易做到的 就是你要表達的字 然後做得大大的 好 我剛剛那個耐葉應該要 我們先來談談教學資源的版權問題 事實上 我說跟電腦有關的 跟你的教育有關的 這個交集應該就有版權觀念的教育 哇 我到中國 相同那邊我才知道說 哇 原來在大陸那邊呢 他們呢也是一樣只有知道正版跟盜版 OK 然後呢 他們也很少在提所謂的公共版權 所以我那一次去談的時候 正好這個主題 對他們來講還算滿有 滿新鮮的 所以呢 我就說公益版權這件事情 當然大家都知道要支持正版啊 對不對 當然我們要拒絕盜版啊 對不對 這是一定的 可是呢 我們真的負擔得起正版 我們真的能夠抗拒得了盜版嗎 不過我刻意了吧 這些 其實你會發現我也只不過是把大大的字 把它做一個呈現而已 好 我們去旅遊聊嘛 然後呢當然囉 接下來你會發現到 除了正版還有盜版之外 那你看我也只不過是用一兩個 所謂的出場的動畫 然後來做一個處理 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 OK 好啦 那事實上 因為他們那邊叫做所謂的開源軟件 然後 好 那我事實上 他們聽說那邊用自由這兩個字很敏感 所以我去那邊就用開源軟件 然後用公版的軟件這樣的開源 對 好 我很想問也不曉得我自己在講什麼 好 再來囉 價格與價值的問題 那其實你會發現 那接下來我就進入到我的主題 各位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所呈現跟剛剛不太一樣的風格 是剛剛都只是藍色的字 那我感覺好像我在講旁白的 這樣子的一個呈現 那當然接下來有一些圖囉 也讓大家看到說 哇 原來價格是怎麼一回事 有沒有 OK 那當然在這個地方 我因為有很多老師提問我演講 知道我這一頁在表達的是什麼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 欸 你有沒有發現 感覺上現在又變成一個黑色 事實上 某種程度 我現在要帶著大家進入另外一個情境 我們一起去寢思一些事情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好 所以咯 我們的資訊用人 選擇國際協會呢 還是跟國際協會呢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當你的簡報用顏色去做控制 我覺得我個人感覺就很簡單的 你就可以把你的情境帶入另外一個氣氛 而且很簡單 都可以做得到 不是說我們之前在看簡報風格 哇 一定要找到一個什麼樣的母片 各位 你覺得我的母片 事實上顏色就是什麼 你可以用這個角度去一下 好 那當然囉 當然這個地方我就開了違反的玩笑 好 說你當然 好吧 就算國際大廠比較優保這樣 但是 各位 真的是這樣嗎 有了Windows之後 一切就海波天空了嗎 有沒有 我現在呢 也是用所謂的大大的圖 再配合所謂的文字 好 OK 各位 當然大家知道說 原來Windows也會出現怎樣的一個問題 有沒有 那事實上這個都是我已經設計好的一些卡 然後讓它能夠呈現 好 那麼還有這樣的問題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好 我現在又回到我的這個正題了 當然我現在的一個表達方式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技巧上面其實沒有很難 只是把簡報的觀念做了一個轉換 我的簡報的觀念做了什麼轉換 就是把做簡報的方式 不要用PowerPoint的方式去思考 就對了 我用我想要營造的景色來營造 好 如果談到這裡呢 坦白講 那我們基本上可以下課了 為什麼 因為真的 大家就都會了啊 今天呢 談的一定跟Depress沒有關係 但是呢 既然我們今天的重點是按Dpress 這個軟體可以把簡報做到什麼樣的情況 換句話說 我就要先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如果說 剛剛提到的是屬於 簡報技巧的層次 我怎樣去發揮我的簡報的一個方式 這是一個層次 另外一個層次呢 是屬於工具應用的層次 如果單就軟體學習而言 我可以用Dpress這個軟體來做到什麼 好吧 那我這一份簡報 我就不再往下談了 我只是讓各位了解 我怎樣很清楚的在一個演講裡面 用色彩 用大大的字 用一些簡單的動畫去做成績 你會發現字都是大大的字 好 好 那這裡呢 我就回歸到 我今天準備給大家的一個範例 我今天事實上 我有準備了範例要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範例呢 我們來看一下 待會兒我再引導大家去下載 OK 好 我們今天的範例呢 基本上可能有老師也有看過 我就把簡報呢 簡單的把它分成三個類型 那我們很快的看完之後 我們再給大家練習說 如果其實當然大家都知道 我會把我的這些檔案給各位 好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小時的分享 所以你會發現我畫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你們要看 我如果再給各位很多的時間操作的話 那一個小時以下就過去了 OK 好 那我就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事實上的做簡報 大概呢 可以分成三大類別的簡報 我們來談 除了剛剛提到的 是屬於簡報的技巧這件事情之外 那我現在要來跟各位談的是工具應用的技巧 那有關於工具應用的技巧 我們以Ingress這個軟體為例喔 當然 一般來講基本的簡報呢 大概可以做到的就是 第一個文字的動畫 圖形的動畫 還有展示的動畫 當然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這是我個人心裡的跟大家分享 那我就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為什麼 你看喔 基本上我剛剛說 我們今天要把一個簡報做出來 不怪物基本就是把字 還有圖呈現出來 後面我們還會介紹多媒體 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如果是單純的文字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常常在看一些簡報的時候 就看到一大堆文字 你也一定常常會會聽一些文字 來做這些簡報 好 那有了字的文 這時候你們會發現 如果我現在在演講 我的字是這些字 好 然後講講講講 各位你們會發現 有些時候我們已經黃身了 你可能你不曉得老師已經講到哪裡了 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用一些技巧 顏色的技巧 你每講一個按一下 每講一個按一下的時候 請問一下各位我現在講到第幾點了 第三點 為什麼大家知道 因為你看到顏色的變化 就會引導各位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所謂的文字的技巧 好 那這樣子即使你的字很多 人家一樣也知道你講到哪裡了 好 那像這樣的技巧其實很簡單 各位只要了解到一個基本的技巧 就可以讓我們的文字做這樣的變化 好 待會兒我會跟各位 我先把這個整個呈現給各位看 然後我們待會兒再來操作 好 你看這是一種 但是你會發現這樣感覺 太成分了 可不可以有再多一點點的變化 可以啊 我們如果再加一點動畫呢 其實我現在在跟各位談的 就是跟各位介紹說 未來你在教室裡面 在做一些教學的簡報的時候 可以怎麼樣用 比如說我現在加入一點元素進來 我加入了一個什麼樣的元素 打勾 對不對 這樣我們更清楚一點 當然如果你會了這個技巧 下次你在做教學的簡報差距的時候 你就知道 原來我只要把一個勾把它放進來 這樣子呢一定又更明顯 整個凸顯出來 這是一種呈現的方式 當然如果你有勾 或者甚至你有缺 有差 老師現在這個技巧 可不可以應用在老師在教學上面 如果你現在出題目是非題 選擇題 順便跟學生複習答案的做法是相通 如果我現在有六個題目 這六個題目是選擇題 這六個題目是是非題 我只要了解到顏色的變化 還有這些勾選的出現 就可以呈現了 好 我相信應該有不少老師也知道 這個東西怎麼做 下一個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很流行所謂的綜藝節目 那這部節目呢 常常談話性的節目 會告訴人家說 我們現在來談一些重點 比如說我們要談一下 什麼是好的交換設計 當然一般的電視 你看到的是什麼 現在哪一些 哪一些星座人會偷心啊 類似像這種 哪一些星座人又不會成分 通常都會看到這種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排名第一名的 很多時候 當然這種表達方就很多啦 第一個我只是用一個 讓大家知道 一看就知道有六點對不對 當然這個是很快的 我在呈現的時候 可以凸顯說 直接加上底色 好 然後來呈現 那這個的呈現方式 我們再來看看跟下一個風格呢 好 這又是另外一種風格 這就比較像我剛剛說的 綜藝節目有沒有 先底牌來看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點 各位這樣有呈現方式 是不是也是很清楚的 讓觀眾知道說 喔 我現在的文字 已經呈現到哪裡了 可以嗎 好 那你看喔 哇 我現在呢 一個一個弄 那當然這樣的好處是 跟剛剛前面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看那個綜藝節目 你某種程度會被引導說 欸 我好想知道第五點是什麼 好想掀出來看喔 跟你一次都已經把六點秀出來了 那個好奇度 有沒有 還有那個新鮮感 就不見了 甚至這個時候 我們還可以來個互動 跟學生猜猜猜 好 同學那你們覺得第五點是什麼 有嗎 這個時候可能那個效果就出來了 那事實上我現在用的 其實我秀出來這些東西 都只是用到一種動畫技巧 就可以做不同風格的呈現了 好 當然 再來另外一種 如果我要活潑一點的呈現 好 這個是比較活潑一點的話 結果我把它散著 1 2 3 4 5 6 有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點是什麼 OK 當然我現在不只是有字喔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我可能又再搭配了圖了 好 那你看喔 這個是幫助學生做聯想的 視覺上面再去做一個聯想 那他就會記住這個圖嘛 因為在教學上面 如果單純的文字 你有沒有發現 單純的文字沒有畫面是很難記憶的 上一節課我們不是跟各位介紹 那個新字圖嗎 一樣的概念喔 我們要讓文字的呈現呢 更容易讓他記憶 就是靠下面的這些圖 所以你的印象當中 你會看到有一個黑板的 前面有兩個小朋友跳出來 然後再來有一個結構的這個圖 所以你會發現 我刻意的把這些重點來自 這樣的設計 無非是幫助聽眾去記住 我在表達的重點 好 範例是四切而多元喔 感覺上這個架構上面放了一些範例喔 然後再來呢 流程 哇 這個時候 所以呢 其實我也在引導觀眾 去記住我的這個動畫 因為這個動畫的設計 就是要暗示他去記住這六項重點 好 然後呢 第五點 拍場呢 結尾深刻而動了 有沒有 第六個呢 不停的求心求變 哇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記憶 跟上面前幾段的記憶又不一樣呢 因為這個記憶很多的畫面 它不是只有單純文字而已 可以嗎 這個大概是我個人在文字表達上面的一些心得 提供給大家參考 然後呢 好 你看喔 然後單位有練習 再給大家練習喔 好 那再來呢 各位 再來就是跟圖有關的 有些時候我們要自己畫圖 如果單純只是靜態的圖 它一下就出現 那可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如果我們的圖可以像這樣子 有一個引導的一個情境喔 那當然這樣的效果會比較好一點喔 這個部分的應用呢 你會發現到 我們事實上可以看到 我們常常呢 在做一個簡報的介紹的時候 只要有這種畫圖的喔 我建議各位有 如果你時間允許的話 最好喔 還是留一點時間 把那個動態的路徑把它畫出來 可能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否則一堆圖 大家不曉得你是從哪邊到哪邊喔 好 這個大家知道一下 第二個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是 所謂的輪波的展示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跟各位介紹的時候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你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在談最前面那一頁 有一個在談five bars有沒有 但是你會不會眼睛在看這裡的時候 你還有之前的記憶在 如果我現在把這三個就切成三頁 你會忘記我到底已經撥了幾頁了 各位要主例子 但是有些時候我們把撥過的相關性的東西 把它擺在一起 好處是你所做的事情 還會提醒人家去記住 我們剛剛的那個畫面 而且適當的把這個畫面留住的時候 我們如果在這裡要回顧提醒大家 剛剛那一頁講到什麼 至少那個畫面還是在的 好 然後再來 當然大家可以練習一下 再來 當然這個只是一個噱頭啦 像這個可能很多人在用 看到用蘋果電腦做出來的一個效果 當然如果你刻意要做出這樣的效果 impress這樣的關係 也可以做出這種導引的效果 所以你會發現 因為我剛剛談到的這些效果 這就是一般單純的文字還有圖片 我們可以去呈現的一些應用 你有沒有發現這些應用 應該已經足夠我們去做一般的簡報了吧 可以嗎 好 那這是一個我們提供給大家的辦例 另外呢 OK 我看一下 好 我待會兒再跟各位講說 這些簡報的下載的點在什麼地方 那另外呢 我乾脆就一次把它講完好了 那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是屬於影像展示的 影像展示的是純粹 我相信各位老師 你們應該有聽過或者是有看過 反正我已經拿作法 作法都寫在簡報上面了 如果待會兒就會有精巧 這個是自動的 自動給我他們說 不好意思 OK 我現在呢 要跟各位呈現的是 它呢 就是只是設定時間 然後讓它可以自動播放 那我已經把作法寫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統計在這裡 那這個作法是怎麼樣呢 好 我們沒關係 反正 待會兒呢 我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你看我手接下來都不用去碰它 它就自動會弄放 各位了解這個意思 當然 這樣一個技巧呢 可能也還包含了老師 你朋友自動的播放一段影片 然後你剛好要把它做一個結合 好 這個地方各位知道一下 好 這是一種多媒體的一個簡報 那 很特別的是 像這種自動播放的簡報呢 它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是 你看喔 它這些檔案喔 最後你還可以做一些處理 檔案呢 一般我們都知道 就存檔而已嘛 然後呢 事實上它還可以匯出喔 它還可以匯出成各種格式耶 匯出成HTML格式 SWF的格式 這不就是Fresh的格式嗎 那我這個地方呢 我已經幫各位處理過了 所以你看喔 你做這一類的多媒體的簡報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是 你還可以做什麼呢 好 我還可以把它匯出成HTML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好了 順便讓各位看一下 各位 剛剛那一份自動播放的簡報 原來我只要按一個按鍵 我就可以把這一個檔案 然後呢 做了一個特別的處理 好 應該在這裡喔 先把這個效果把它關起來了 OK 各位有沒有看到 哇 原來它自動就會產生成這個樣子 我可以呢 下一頁 對 當然 如果你本身有在做簡報的 各位了解我意思喔 原來這個簡報可以變成這樣耶 當然 不過它這個 還有一個小小的bug 就是它的聲音無法連續過來 但是 原來我們的簡報可以把它變成網頁 有沒有 它可以做到這一點喔 然後 還有呢 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這個之外 我說你還可以把它匯出成那個 什麼樣的格式呢 第二個 自動的 就是說你手用去控它 它自動就會自己播放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樣子 有沒有 這是自動播放 哇 原來我可以把我的簡報喔 變成一個自動播放的一個簡報喔 好 但是聲音的部分 還要再另外處理它辦法 那另外呢 各位我們再看一下 它還可以匯出成什麼呢 我們再看一下 匯出成SWF 那不就是Fresh的格式嗎 大家都知道Fresh的格式呢 我只要用Fresh來開的話 就是Fresh的格式 它的畫面呢就會把它比較大一點 那接下來你只要點下去 你應該可以去做控制 各位 現在各位看到的就是一個Fresh的檔案 只不過是我剛剛把我那份簡報有沒有 我怎麼樣做到這個 那我以後呢點下去它可以到下一頁 甚至跳到我希望它可以控制的那一頁 那這個做法呢 就是剛剛呢我們看到的這個檔案 檔案 有沒有 你自動播放做好之後 你只要把它匯出 匯出成我們要的格式有這麼多耶 各位看到了吧 所以你看這個軟體還不錯喔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張一張的圖片 這些都可以做到的喔 好 那另外呢第三個類別要來跟各位提到的是 多媒體的部分 剛剛是純粹的是照片上面的變化 那接下來呢我要來跟各位提到的是 多媒體展示上面的變化 其實多媒體呢 不外乎就是加入了聲音跟影片的檔案嘛 影音這個部分 好啦 那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這樣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第一個我跟各位介紹的是 它怎麼樣自動會有聲音 我到的這頁自動會有 這個做法就是這裡 你看到我寫的就是這個 第二個 我怎麼樣一進到畫面的時候 哇 動畫就直接已經有了 影片就嵌入在裡面了 各位了解意思喔 你看 它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再來 在座應該有很多的老師喔 比如說以音質老師來說 他可能在教英語 他教英語呢 他可能在畫面上中出現了很多的圖案 讓小朋友按按看 好 按下去 來 小朋友再唸一遍 來 小朋友再唸一遍 好 都很了解我的意思喔 那我們如果在桌面上 我這邊 我自己的剪照 插入了足夠的圖片 然後這個圖片 搭配的是一些單字 各位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很多的活用 好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還可以做更炫喔 剛剛這樣子單純音了 沒有動畫 學生可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那沒關係再試一個 哇 原來這裡還可以變成有動畫的耶 那這樣子按下去怎麼會更有感覺 有啦齁 好 各位大家知道一下 你看我這樣子又把它關掉了 那如果有需要的時候呢 好 我們再按下去 各位了解齁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的小學簡報 變得更活潑一點 OK 再來呢 有些時候我們可能會希望 像剛剛在播放那段影片的時候 你有一個控制列 可以讓我去控制這個播放的出路 好 那我現在呢 如果用這個技巧呢 欸 它就出現了 把剛剛的影片變成是 你可以再去調整它的播放的順序 甚至我可以停止下來 直接要跳到某一個影格 各位這還不錯吧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這個做法 跟剛剛那個又不一樣的 剛剛那個呢 比較像這樣子 你看 我今天在上課的時候啊 有可能呢 我跟學生做介紹的過程當中 我這裡面呢 先入了一塊小小的影片 那影片如果要把它變成變大 就用剛剛那個技巧 是一個方式 你可以讓它自動的去播放 另外呢 有沒有辦法我點下去之後 就在這個小光光播就好 OK 當然 這也是一個技巧 好 那我這個的連結 你們好 好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事實上這個只是 在搭配了那個檔案的部分而已 OK 我想各位可以看到 我這裡呢 是做兩個 按下去呢 是跳到下一頁 所以呢 就有剛剛那個效果 比如說 好 事實上就是 按下去就會有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各位也要解我的意思齁 好 那因為我剛剛那個連結 可能沒有辦法弄好 好 不然的話它就會像這樣的 自動播放在這裡齁 OK 好 各位 你們很快的吧 我今天會跟各位 EVERS的概念 跟大家講完齁 那接下來我就是要來跟各位介紹說 那我們今天的範例的檔案在哪裡 我Check了一下 我先把畫面轉過來 那老師你們可以先到 我剛剛提到那個 slide share這裡 我先去看一下 哇 一些不錯的一些檔案 有找到這個網站嗎 slide share點內 其實網路上面 你只要打上這個關鍵字 slide share這一個 它的點內 那當然齁 你在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作品 老師如果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在網路上面去申請 那申請了之後 你就 比如說你可以把你喜歡的 你可以做一些 收集我的最愛 在這個網站 你也可以把你的 你做的作品放到網路上面 跟人家分享 就這樣子 好 先切換給各位 我是放在這裡齁 再打一下卡套 sorry 我先切換一下畫面 3 2 1 老師 記得齁 以後要找 我們一些相關的東西呢 你只要到easygo 然後 在網路上面 你只要在搜尋的地方 打上easygo 好 你看我打上easygo 好 好 打上easygo 呦 我們現在網路怎麼變得那麼慢啊 好 好 總之 哇 可能是因為我剛剛說 我要打廣告 所以不知道我打廣告 都沒辦法 好 好 那我們就再 既然沒有辦法打廣告 那就直接 各位老師還記得我們之前有提到那個 有有進來進來 Easygo 一定可以找到那個 我們現在呢 只要能夠找到easygo這個網站 還記得我們有幾個姐妹的網站 就在這下面有沒有看到 那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講啊 說我們的教學資源都放在這裡對不對 那我們就點一下 其實 然後呢 自由軟體共筆 那這共筆裡頭呢 你就會看到 看到很多的內容 有沒有 辦公美工影音網路教育遊戲 那我們在Easygo裡面啊 有辦公美工影音網路教育遊戲 對不對 有這麼多類啊 我們今天跟各位介紹的是 Empraise這個軟體吧 好 在Empraise裡面不就在辦公嗎 所以辦公裡面那個老師只要點到了這裡 然後有沒有看到Empraise 就在這個地方 OK 那 欸 我剛剛提到那個slideshare 在這個地方 好 我就點一下Empraise 然後呢 其實齁 你會發現到 在點Empraise進來之前喔 各位 你會發現我們這邊有 剛剛各位整理了一些圖庫啊 字型啊 你要做一些特別的設計 這邊還有一些其他的資訊 可以去應用 好 那沒關係 我就直接把它點進來Empraise 點了Empraise之後 當然這邊又有Empraise的相關的介紹了 那 我就把我的 看範筆學Empraise 好 各位只要點到這裡 然後呢 把它下載下來 你們看到 按一下確定儲存就可以了 可以嗎 那儲存之後 你們應該 預算應該會存到桌面上吧 各位老師你只要 快點兩下 就把它解壓縮 OK 解壓縮 快點兩下 然後解壓縮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解壓縮成功了之後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相關的資訊就在這裡了 可以嗎 好 那畫面呢 切完點給各位 各位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 我今天準備給大家的檔案喔 為什麼會用這種方式來整理 無非是要讓各位透過 透過 這三個檔案 然後呢去看到一些 應用範例的一些重點 比如說 各位如果 你到時候在看第一份簡報的時候 第一份簡報 其實 它的特別只是在於說 像這些字 你可以看到 我就舉一個這個例子好了 你只要一點 你就可以看到 喔 原來我的動畫 是用什麼樣的動畫效果 這邊就會告訴你 我只是用變更自行色彩效果 好 我從零做一個給各位看 那這個題目不就在這裡嗎 好 目前有沒有動畫 沒有 那我就可以點一下它 那像這個效果 它是一種增加的 強調的效果 強調我只是變更自行的色彩 我用的是這個功能 好 我按下去之後 各位 不就已經變更色彩了嗎 那我們來播放一下 你會發現 播放的結果 我按一下 怎麼全部一起出現 各位會發現 而且一起出現 那它字型的顏色呢 如果我要用剛剛的那個顏色 我是選這個 那你看喔 它是全部一起出現有沒有 我如果要讓它輪流出現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後面還有一個進階的效果選項 就在這裡 那我呈現的方式呢 我希望文字的動畫 它現在是整體的 我按第一層的段落 我就是結構性的一個一個出現 就是按第一層的段落 我只不過做了這個設定而已 好 我按一下確定 各位你再看一下 這裡我就可以展開折疊了 你有沒有發現到這個地方 可以嗎 然後呢我再按一下這個桌放 接下來我是不是只按一個 然後它就出現一個了 所以我只是用這個技巧 然後去做一個變化 好 那其他的呢 各位你只要看到我後面做的這個部分 為什麼它會有動畫的流程在跑 其實各位你只要一點 原來我這邊用什麼樣的效果 原來這邊用什麼樣的效果 你只要一點了之後 這是用插去的效果 那其實你可以按一下變更 或是你從變更就是這個要換某一個效果 如果我從零要做一個效果的話 比如說我拿這個連來 目前什麼效果都沒有做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增加 我用到的是插去的效果 那插去呢 如果要從左邊往右邊 各位你看自左邊 它非常棒的是你還可以預覽 可以看到這個效果 可以嗎 所以囉 所以從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每一個我所做的效果 你都可以在這個地方看到它的結構 那其他後面的檔案就更簡單了 因為後面的檔案我做得更清楚 就是你直接可以透過 我們看到了喔 直接可以透過 每一個檔案的做法都寫在這裡了 這電影怎麼來的 原來我是用插入裡面的電影與音效 可以嗎 插入電影與音效 就這樣子 然後呢 那這個技巧我是用什麼 混音片裡面的互動式 OK 可以嗎 好 我就選了一個物件 然後呢 針對這個物件 然後我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好 我把這個選起來 後面放印 然後呢 互動式 我呢 就是選擇 當我按了滑鼠時 執行什麼呢 播放聲音 那聲音在哪裡 我就去找點它 OK 那事實上你會發現 這些概念也都是我們之前 How Home有學過的延伸 我這邊只不過是做了一個整理而已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